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就是自己在针对资料 主要的资料来源记得就是从开放资料里面找 我刚刚是主要针对卸道 所以我们找到台北市,找到桃园 其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 其实桃园刚刚那个汽车的部分 它的左下角这边也有住宅的 所以我刚刚把住宅把它汇进来了 汇进来看到的话当然它一样 也有年,也是民国年 民国好像还有民国八十几年 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拿掉 如果你要拿掉有几种方法 你可以从苏纽分析表里面打勾把它取消 或甚至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功能 筛选一样 你会发现筛选按下去一样会有个箭头 这边一样有你要的跟你不要的 你也可以预设是选选 如果你假设只要104到110的话 你可以把你要的打勾按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就会留下你要的部分 可是问题筛选其实并不是说把你刚刚打勾不要的那些删除 而是说把它隐藏而已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把这些留下来的话 有点比较麻烦 就是变成你要把你要的部分再复制 然后复制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它才会是一个新的 所以假如说你刚刚不要的部分 从这边点 当然除了说可以从这边筛选 其实它还可以按照数字 如果它里面就放数字 它还可以给它大于等于小于的选项 OK 你把它选完之后的话 你如果恢复的话 就把这个筛选再点掉 它就恢复了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要先放到A1 Ctrl 去为向右向下 Ctrl 去为向右向下 它就把你要的范围选取 Ctrl C 那你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它切到这个地方来 那你会发现留下来的 就会只有你要的那一些 104到110 如果说今天我要了解到底 历年来住宅切到 有没有像台北市一样 甚至比它更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插入有没有 苏纽分析表 这个范围OK 按确定 然后把什么 把义尔拖拉到列 把义尔拖拉到值 然后把它加总改成什么呢 技术 按确定 这样就会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出现之后的话 你在苏纽分析表折线图一下 看到结果居然不太一样 按确定一下 有没有 所以它这个治安的 这道情况 好像就跟台北市 台北市是直接一直溜滑天下 那桃园市的话呢 它是104到105的降 但是105到107却是升 为什么 蛮奇怪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可能你们自己在针对原因去追 也许是看看Google一下 那105到107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又为什么会自然突然变化 那107之后又突然降下 还是说 是不是警察局长换人 好不好 OK 还是什么事件 这个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从数据里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而且 好像显然 在后面 跟台北市还是有个落差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提供了 就是说 你们可以从延伸的部分 再去地车窃到 对 左下角这边也有其他的 甚至的话呢 那这边还有其他资料 比如说查破的什么 刀蟹 或者是嫌疑人 犯人的那个 教育程度 这我蛮有兴趣的 教育程度到底跟犯罪有没有 一个正相关 还是负相关 还是完全不相关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说学历越高的 犯罪的比例越少 我不知道 如果从这个资料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个大干 OK 如果各位有进去的话 自己再针对这个问题了解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函数跟孙乐分析表 跟孙乐分析图 就非常好用 因为你可以发现 这个原始资料一进来 你就切割一下 然后找到你要的东西 马上大概就有一个 一个比较基本的答案了 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是会需要再延伸 像这个区就是另外 要再利用这个什么八折 前面两个字 然后再增加 另外的话 这个路的部分 可能又是一个罩门 我刚刚我Google查了一下 我发现VBA里面要做到这个 比如说查经纬度 这种变成一个地址 好像这个就没有这个功能 那没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有没有人写 不过后来我发现 Google了一下 好像有用 VBA写的好像没 似乎是找不到 但是用Python写的好像有 但是Python写的 他发现说 他可以利用Google 像我刚刚Google地图 类似 Google地图本身有提供一些API 它可以让你查 可是问题 他好像查完之后 他得到的结果是 他要收钱 XMB好像我刚刚好Google了一下 那个经纬度的 那个调用的 好像有 就是经纬度转地址的 好像就有人是 写了用这个方式来做 真的可以转换 用Python的方式 但是他最后有多到一点 是可以转换 可是最后 他好像会需要收费 因为这个 它这个是缺点 使用Google这个API 可以得到要的结果 不过 每一千米笔资料 必须支付 五块钱美金 五块钱美金 大概就这样一米三十 现在三十二美元 今天我看一下 对美元三十二 那等于说五块钱 大概就要一百一百六了 对 OK 那当然也不贵 可是如果像我们这边 有三千多笔的话 那可能就要被收到 大概十五块到二十块美元了 OK 那这个当然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不然的话 可能就是要 图法令钢 那图法令钢 这不是好方法 图法令钢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钢度跟纬度 Ctrl C 然后直接把它切到Google地图上面 Google地图的话 这边就有了 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里面的话 把这个切上去 然后 这边的话 豆点 你不知道豆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它其实就是 前面是钢度 后面是纬度 然后你按Enter 它就会帮你直接跑到 这个钢纬度的位置 但是它这边 它会出现这个 所以其实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 直接贴到这边来 就会有它的地址 但问题 这边总共有 Ctrl向下 900多笔 感觉是还好 但是900多笔 也不得了了 光做这些事情 恐怕还是要找一个 公读生 所以这个 也是 但如果你 假设程式写出来 这件事情 就不用了 只是要怎么做 怎么样可以 把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再查的话 这两个选起来 Ctrl C 这个是钦度 这个是纬度 然后到Google地图上面 贴上去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地图中间 逗点 因为前面是钦度 后面是纬度 然后你Enter 他就会找到 他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地址就出现了 所以其实他等于 就是一个地址了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 给个地址就OK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 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很多 他就是不给你地址 他就给你一个经纬度 所以如果 假如这个问题 可以解决 那以后很多资料 本来不好用的 这变好用了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假如有同学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会非常好 OK 如果你报告里面 假设有没有一些是 我们班是资工一系的同学 你如果有其他的办法 顺便告诉我一下 最好可以直接在Esser里面用 那更好 不过看起来好像 好像 也许还 如果你假如不想花钱 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 不太可能 要不然就是说你要 另外一个方法 Esser其实可以 呼叫浏览器 然后把浏览器 这个结果输入了 然后把这个回传回来 倒也OK 只是说这要怎么写 这个我想请各位 也许再想想看 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 桃园的 也许你可以 针对桃园的住宅窃道 然后桃园的 机车 然后 等等的其他的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去练习看看 那至于其他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因为刚刚我有特别强调 那个 网红 这个剧本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影片不是那么长 影片大概20分钟而已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 而且里面有蛮多 它截录一些 就是网路发 就是那个 网路人家剖的那些相关影片 因为哇 那个交通 真的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题材 网路三宝 每天剖很多影片 都在在讲这个三宝的部分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衍生出来 开放资料 其实就可以在 开放资料里面搜寻 交通事故 那它这个地方 所提到的就是说 一年死亡三千人 这个 哇 它知道怎么来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它这边还有分 什么A1 A2 A1好像这边有 特别有提到 就是 它是24小时内死亡的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 如果你24小时内 死亡的 叫A1 那我在想说 它这个三千人 是不是指A1 就是当场 24小时 没有当场 或者是24小时内 就走了 那这个当然也有 很多的资料 这边点击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一样提供这么多栏位 OK 哇 简直就 至少几十个栏位 那其实我们需要的栏位 有哪一些呢 也许你们可以再找找看 这个其实就 给的非常的多资料 OK 那你们自己再去切吧 因为有的时候 它给的东西 太详细了 哪一年发生 哪一月 哪一次 然后发生时间 然后事故名称 然后处理的单位 发生地点 地点它有 而且它经纬度也有 这两个不知道 是不是重复 还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天气 还有光线 光线还有名称 光线名称是什么 光线的名称 它其实它还蛮详细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稍微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然后其他的 还有A2 A2的话指的就是说 超过24小时之后 受伤 不过超过24小时的死亡 都叫A2 A1跟A2 其实里面就一堆资料 甚至台北市还提供什么 交通事故的斑点图 这什么叫斑点图 这个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稍微 SY 这什么东西的话 有兴趣的同源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最后的话 我把其中报告的需求 稍微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的话 就是绞交 类似我们之前的范例 等一下 这个 我好像把它放到 它这个对不对 说一下 就是有几个需求 第一个的话 就类似台北市住宅窃盗 所以 第一个 你就下载资料 记得从开放资料里面 找窃盗 我是找窃盗 然后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然后你要自己去找 至少三个问题 如果没那么多 没关系 你又一个两个 没关系 我们从那个问题 就是从这个资料里面 比如说举出三个问题 我想知道 第一个 到底历年来的 窃盗案件 是否增加还是减少 当然你可以刚开始 你在还没有做统计分析之前 你可以先 自己先推论一下 我猜想 没关系 你可以勇敢的 大胆推论 没关系 大胆假设 然后你再去求证 都没关系 比如说我觉得 好像那个新闻 我们常常讲最近治安 变得很差 所以我想 104到110年 应该治安会 应该是比较 越来越差才对 结果做出来 结果刚好跟我的 我原来预期的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写在 你的心得里面 也就是 我是希望你心得 不要写得太 太精烈 之前有同学写的 但非常简单 就是简单 叙述两三句话 就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它也没特别交代 那你怎么做 有没有 做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希望 各位使用什么 用函数 那句集跟VBA 因为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把它杠掉 那当然 如果你假设 你说老师 我想要再加进去 对不对 可以 没有关系 如果你自己觉得 这部分OK 你也可以把 以前我们巨集跟VBA 所学的放进来 主要是函数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OK 那我后面有讲 自己用VBA 这个是加分部分 没错没关系 OK 但是做了 会等于是加分的部分 OK 你做那应该更好了 只是说 难度会相对比较高 那你可以自己 自己就是 是量力而为 那另外的话 告诉我原因 选为什么 我刚刚一直强调 还有设计过程 那过程部分的话 当然你一定会遇到问题 没关系 你遇到问题 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写出来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是全校性的 当然也有理学院 也有文学院 也有商学院的 也有各学院的 当然每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讲到你程度 可能就不错 没关系 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 我自己找到什么样的答案 你可以把它叙述一下 另外最好是说 比如说像类似 最好是说 你可以把你做的那个公式 或者一些要点 可以截图一下 比如说你 最好那输入分析表 你帮我截图一下 把它贴到你的 这个报告里面 这样我就不用特别来 去把档案特别打开 我在还没打开档案之前 我就可以看到你做的结果了 那大家相会会更好 那其他就心得 OK 心得部分的话 你可以大会再叙述一下 你做的过程当中的结论 你针对那个资料 原本预期的 跟最后所得到的分析结果 有没有什么样的大的差异 另外的话 针对这个数据 你后面有哪些是未知的 然后也许你可能可以 再延伸去找答案的 像刚刚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一百 那个桃园市 一百零五到一百零七 那个切断案件突然是增加的 原因何在 或许你可以延伸再去找其他的 试试什么 不知道 OK 然后最后也可以说明一下 你这个做的作业 遇到的困难点 还有解决的项目 有没有 哪些困难你可能刚开始不会 但是你把它解决掉了 也许都可以把它说明一下 OK 好 那请各位也许再试试看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讲这个上一次的这个 那个题目部分 OK 那我画面在网里留意一下 OK